Victretec大树的一体版Menta魔鬼鱼系列 一直都是我非常爱用的3D列印主板 完全是为了Clip的系统打造之外 强大的功能以及丰富的接口都非常物超所值 从V1.0到V1.1 甚至最新推出的V2.0的M8P主板 都主打一个用料丰富保险拉满的设计 让你安心使用 这次最大的甘心就是MCU的部分了 之前常常被拴说一体版就不能够配高效能的MCU晶片 大树都听见了 所以这次给你目前最强大的H7晶片 诚意满满 其他品牌的一体版要不就是没有内建Wi-Fi 要么就是缺东缺西 根本就不能够相比较 外观跟排版上面没有很大的差别 这次搭配了CB1上位机从SD卡版本 升级到了EMMC版本 优点就是系统读取速度更快速之外 也不用担心SD卡因为频繁读取造成的短命问题 CB1 EMMC搭配M8P V2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 当然EMMC系统烧录方面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要先安装GitHub指示上的相关驱动以及软体 后面就可以试做一般的硬碟进行烧录 CB1系统OS已经非常成熟好用 而且持续的在更新中 接下来一样透过KIA-UH工具安装Clipper以及其他软体 CANBOOT以及任体烧录的部分可以参考之前的影片 这边要注意的是CANBOOT新版已经改名为KetaPort 这就是很神奇的操作 改名 所以资料夹跟档案位置还有名称 大家要注意一下 编译选项的部分请参考这张图 注意其中有一个选项建议不要选取 会造成Bloodder读取顺序错误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后面Clipper编译跟烧录基本上都是跟之前一样的步骤 单位机的部分记得打开CAN0通道 输入ifconfig就可以看到CAN的资讯了 printer.cfg设定以及5160Tplus外置驱动的相关设定 就要等下一集了 今天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